哈喽,大家好,我是彼得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轻而易举的富足第十九课 我充满爱,我可爱 今天我不断地重复对自己说 我充满爱,我可爱 我感受到我对所有其他人都充满爱 我也值得他们的爱 我爱我自己,我爱每个人 而且每个人都爱我 无论假我试图告诉我什么 我知道我值得拥有爱 今天我知道我充满爱,我可爱 导读文章,宇宙的礼物 宇宙的礼物 我儿子跟我要一个新的游戏 这个游戏是学校里所有男生的话题 他说如果我买给他 他将永远感激我 他强烈地渴望和坚持 使我更乐意购买这个游戏 但我发现他有了这个游戏之后 很快地每天醒来 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玩游戏 不再有时间做功课 做家务或者陪伴我 我问我的高级知悔 最好用什么方法去纠正儿子的行为 他问我 你不喜欢他的什么行为 我回答说 他把游戏当成是宇宙了 搞几次会微笑着说 你从宇宙那里收到最大的礼物 不是也这样子吗 你也很坚持地 要你想要的 而且全部都要 你的欲望强烈 总是说 我将永远感激你给我的这份礼物 不久 你有了它 但是 你的礼物变成了宇宙 他补充说 这不仅指假我的愿望 也指着 你所收到的富足 健康和轻松的关系 这些继承至宇宙的部分礼物 你为这些礼物的效忠 却忘记了宇宙 记住 你的目标是和平 而你在这个世界的任务 是疗愈自己和其他人 这一次与儿子相处的经验 给了我一个宝贵的一课 导读文章 投射内疚 我和前妻在一起三年左右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从她那里 学到了许多宝贵的课程 我很清楚地记得 其中一个课题 是关于投射内疚的 我们婚后有一段时间 与母亲一同住在澳大利亚 有一天 当我从健身房回家时 我发现母亲在厨房里 她刚从市场回来 但我靠近她 注意她正在清洗购物 袋里面的东西 一股失望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心里想 以我赚到的钱和给她的家用 为什么她还要这样子做呢 母亲正在清洗的是 塑胶袋 重复地再利用 我真要责怪她时 我的前妻走进厨房 看了我一眼 她问 什么事让你这么不开心 我告诉她 关于母亲亲洗塑胶袋 以备 以及再利用的 这样的感受 我的前妻听完了这篇故事 笑了起来 但我不觉得好笑 然后她提醒我 一件在两天前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厨房收拾杂物时 母亲走了进来 她看着我正拿着一个空的塑胶袋 立即说 不要扔掉 但我听到这话时 假我就介入了 其实 我原来 却有保存这个塑胶袋的意识 但现在我却说 妈妈 我们不需要保存这些 然后我把它扔进垃圾桶 我回想起这件事 向前妻笑了笑 并感谢她 给我上了奇迹的一刻 我刚刚生母亲的气 因为我不喜欢自己 像母亲那样 保存购物袋 我们两人都在物质 贫乏的地方长大 但现在我为此感到内疚 我不想或者不喜欢这种内疚感 就把它投射到母亲的身上 只有在别人身上 看到自己的内疚感 才能把它带出来 并且疗愈好自己 现在我明白了 我宽恕母亲的同时 也很容易地就能够宽恕自己 我没有责怪她 而是她给我一个吻 告诉她 我有多爱她 今天的功课 继续活在和平之中 一整天重复对自己说 我是美好和善良的 所以值得拥有宇宙所有的礼物 并说谢谢你 宇宙 我爱宇宙 宇宙爱我 我爱自己 肯定语句 用宇宙的和平照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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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记今天信守承诺 好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 我充满爱 我可爱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一个是我本身就是爱 所以我是充满着爱 另外一个是我可爱 又有一个逗号 我逗号 可爱 我值得被别人爱 所以今天要不断地重复自己 我是充满爱的人 我是值得被爱的人 我是充满爱的人 所以我愿意去付出 我愿意去爱别人 我是值得被爱的人 任何人用任何的模式来爱我 我都愿意感谢感恩感激 然后去接受 所以在导读文章里面 讲到宇宙的礼物 这篇文章讲到 他跟儿子 儿子买游戏 却把这个游戏当成了一切 在他看来 儿子的行为好像要做改变 但是 这件事情 事实上有更深层的 学习 关于自己的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都是来提醒我们 还有自己要去面对的一些讯息 那在这个面对里面 作者看到了 原来过去的他 也把收到的礼物 当成是全部 而忘记了要和平 忘记了要和宇宙更多的链接 忘记了要感恩 忘记了原来 我们在要求的过程当中 拥有了之后 却把这个当成了一切 所以 看见儿子这样的行为 反而是 作者 从中 去调整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所以 他觉得 跟儿子的相处 又给他宝贵的一刻 那在第二篇文章里面 又提到了 投射内疚 可能过去我们 做了某一些事情 那些事情是 不经意伤害到别人 或者是 会有一些 自责或者是 愧疚感 那为了要拟贫这些 心里面的感受 我们会 创造出一些 其他人 的行为 其他人的行为 让我们会责备他 以去拟贫我们的这种内疚感 这是属于在 比较心理学的方面 那在 这篇文章里面提到 就是他的母亲 每次购物完回来 都会清洗购物袋 然后来做第二次 第三次的使用 而且会去整理它 原因是因为他们 来自于伊朗 比较贫穷的 一个生活环境 所有东西都会重新在整理 但作者对这件事情 却觉得相当的自卑 或者是说 他觉得 已经够富裕了 这些事情不该再这样子做了 当他们有一次 为这件事情争吵 所以 只要每次看到母亲在 做收针 收救带的事情 他那个内疚感 因为他跟母亲争吵 那个内疚感 还有他的自卑感 就会被夹我给 拉拔起来 然后就会想要去 责备别人 责备对方 不认对方是谁 可能是母亲 可能是他的事业伙伴 也有可能是他的另一半 甚至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 这些都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内疚的感受 所以 在他稍微静下来跟前妻讨论之后 他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内疚感在作睡 所以他再一次看到母亲 只不过是母亲 透由这件事情 让我们选择原谅自己 让我们选择 正在做这些事情的家人 我们选择 不再用过往的经验来做 评判 所以也就慢慢地宽恕 对方宽恕 所有一切 在这个事件当中的每一个人 所以在收整 家务这件事情 又让作者再一次地 学到了宝贵的一课 奇迹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不断地提到奇迹 不断地提到奇迹 一直都是什么 一直都是我们在事件当中的发觉 这个事件当中的发觉 发觉到 原来我还有这一个力量 还没有去疗愈 我还有这么一个想法 还没去转变它 我还有一个这样的匮乏感 还没去疗愈它 没有去好好的跟它 做更进一步的 接受 宽恕 原谅 当我们这样子做 心就越平静 当我们这样子做 心就越充满爱 所以今天的功课 就是 重复地告诉自己 我是美好的 很善良的 值得拥有宇宙 给我们的所有礼物 宇宙会给我们的礼物 包罗万象 可能是 一面而来的车子 公车 一面而来的公车 可能是 别人给的 一个善意的微笑 可能是 拥有一份礼物 可能是 过往 跟你有误会的人 今天 跟你 重新和解 任何发生都可能 但是要记得 说谢谢 谢谢宇宙 然后告诉宇宙 我爱你 宇宙爱我们 然后我们也很爱自己 从中去发觉 就 这两篇导图文章里面的 不要去 只有观察 事情里面发生的人物的行为 不需要去分析他们 而是从这个事情里面去观察自己 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变 只要你一观察到 这个奇迹就会出现 你就看到奇迹 你就可以享受在奇迹之中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频率 再一次的调整到 情而易举的富足当中 OK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先到这边 一样祝福大家 在每一时每一刻 都可以活在爱感恩跟喜悦当中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